嗨,我是寶可夢 今天來跟大家聊聊本月最大的事情 也就是綜合所得稅的繳交啦 那這個2024年 綜所稅到底要在什麼時間繳納呢? 財政部公告是5月1號到5月31號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31號之前 就是完成繳稅的動作 那今年的繳稅 這個金額跟稅制 到底有沒有什麼不一樣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表格 這個免稅額的急劇有做調整 一般免稅額是從9.2萬 調升到9.7萬 所以大概是提高5000元 70稅以上的免稅額 就是從13.8萬 調升到14.55萬 也就是說你可以再多 節省7500元的繳稅額度 再來是課稅的急劇 一共有5個急劇 第一個是5% 第二個是12% 再來是20%、30%、40% 你收入越高 你要繳的稅當然就越多了 這個繳稅的急劇 2023跟2024都還是有點不一樣 來看一下我們這個表格 跟大家最切身相關的 就是這個5%的急劇 它是從56萬 調整到59萬 所以有大概放寬了3萬元左右 而12%的這個急劇 是從年收入56萬到126萬 調升至59萬到133萬 總共調升6萬元 而這個20%的急劇 是從126萬到252萬的急劇 調升到133到266萬 總共調升14萬 30%以上的急劇 是從252萬到472萬 調升到266到498萬 所以它這個急劇 調升26萬 蠻多的 那最後一個急劇 超過40%以上的話 它今年的扣稅門檻 是498萬以上 才會進入40%的課稅急劇 而這個特別扣除額的部分 其實2023、2024還是有所調整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這個表格 2023年的基本生活費是19.6萬 目前則是調升到20.2萬 也就是說 多了6000元的額度 總而言之 在你的薪水收入沒有增加的情況之下 扣除額變高 你要繳的稅就是比較少一點 那這個數字呢 你要自己算嗎 不用 其實呢 你只要上這個國稅局 然後你在報稅的過程裡面 它就會幫你把這些數字帶進去 最後呢 就有一個結算的金額了 所以你根本不用特別花時間去計算 只要了解它的規則跟運作就好 那要怎麼報稅呢 其實有幾種方式 第一個就是 你可以用電腦報稅 第二個的話呢 你可以用人工 第三個你可以用手機報稅 我個人比較推薦用電腦的部分呢 其實你還可以搭配信用卡 或者是 可以用這個電子支付 或行動支付呢 可以再賺到一點點的好康 這個是我個人比較推薦的部分 那有哪些繳稅有回饋的信用卡 或是銀行優惠呢 其實我都幫大家整理好了 一共有三個表格 第一個表格呢 是全台灣接近30家銀行 所推出來的繳稅費有回饋的部分 你可以點下面資訊欄呢 就可以看到完整的表格 或者是你可以使用台灣Pay 搭配公股的八大銀行呢 一樣也有這個繳稅回饋的部分 第三個部分呢 你可以搭配這個數據的菜單 然後再超商繳稅費 其實也可以賺到一點點的回饋 提醒大家 這個國稅局15G的拆單服務呢 從2024年4月開始呢 每一個人呢 只能夠拆5單在超商做代收 從第6單起呢 超商就不能代收了 你就必須到金融機構裡面 用現金繳納的部分 跟2023年比起來呢 其實2024年呢 不論是銀行的優惠 或者是這個拆單的次數呢 其實都大大的縮水 我個人覺得呢 就沒有像以前 拆單可以賺到那麼多回饋的 這個之前有記者來採訪我的時候 我有跟大家就解說這樣子 那應該要怎麼繳稅回饋最多呢 我們分4個不同的繳稅集聚 來跟大家分析 第一個呢 就是1萬元以內 也就是所謂的小額繳稅的部分呢 我個人會建議你使用台灣Pay 搭配幾個公股銀行提供的回饋呢 你可以賺到就是 不現金額200元的刷卡金 我覺得這是最簡單的 比如說台灣銀行 然後第一銀行 還有台灣棄銀的Hockey數位帳戶 其實都是刃繳一筆不現金額 就送你200元的刷卡金 這個回饋率呢 如果以繳1萬元來講的話呢 這個2百分之1萬 就可以是大概2%的回饋率 我覺得這個回饋率也算是蠻高的 所以提供給這種小資組來參考 第二呢 是繳稅大概在1.5萬元的人呢 我會建議你使用這個 iCash自動加持有回饋的信用卡 搭配15G拆單 你就可以賺到最高有3.8%的回饋 怎麼說呢 第一個呢 是第一銀行的iCash聯名卡 你只要在3月31日以前 有去做登錄的話呢 有登錄到你每個月刷5000塊以內 包含iCash自動加持 就可以拿到5%的回饋 所以大概是250元的刷卡回饋金 但是因為這個活動 有限量6萬個名額 所以我們在1月份的節目裡面 有跟大家分享了 請你要趕快去辦 趕快去登錄 那如果你有登到的話 那當然就有回饋啦 如果你現在才要辦 那就沒有了 這個是比較可惜的 所以第一個拆單呢 是5000塊 第二個拆單呢 其實只用中信的統一企業認同卡 這張卡片呢 它有包含這個iCash的自動加持 也在這個3%的回饋裡面 當月要有一筆 新增消費3000元 包含自動加持的部分 那麼3000到1萬的部分 可以享有3%的回饋 每個人每個月上限300點 OpenPort的點數 所以回饋你大概可以 繳1萬塊錢左右的稅金 都可以拿到這個回饋 所以你可以用15G拆單一個5000 一個1萬 那加起來呢 就是1萬5左右的金額 你都可以拿到平均3.6%的回饋 這個我個人覺得非常不錯 第三個急劇呢 是15萬以上喔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眾所稅拆單呢 在超商代收最多不能超過3萬塊錢 每個人每年度可以拆5單的話 你算出來的數字大概是15萬左右嘛 15萬以上的話呢 你在超商其實就沒有辦法 就是使用代收 所以我會建議你呢 就使用銀行的優惠 那今年銀行呢 就縮水縮的特別嚴重 了不起呢 就0.1%到0.15% 那甚至最高有到0.4%到0.5%的 這個刷卡回饋季而已 所以對於小自主來講的話呢 你繳的金額不多 你算出來的數字大概就幾十塊而已 然後這不太多 所以我會建議就是繳稅大戶 比如說你要繳到上百萬 那甚至接近千萬的人呢 你用這個0.2% 0.3%的數字下去算 那你的金額呢 就會相對的比較高 或者是我推薦你使用這個 分12期0利率的功能 那麼你的本金就可以放在 高利活儲的數位帳戶裡面去升利息 比如說遠銀Banky數位帳戶 有2.6%的高利活儲 那上限可以最高存到500萬 前提是你要邀請親友上車 你才能把他拿到這麼高的額度 那另外一個的話呢 就是樂天銀行 他自己本身有1.5%的高利活儲 你只要前一個月 有解這個認刷無比的 這個行動致富的任務 完成之後呢 你次一個月份就是1.5% 然後高利活儲 無上限 也非常適合放這個大底的資金 你就可以賺到比較多的利息 那麼你每個月呢 只要1.12%交給銀行 那剩下的錢呢 你就可以繼續滾利息 我覺得他的相對利率 至少也都有一%起跳 所以我覺得這是相對比較划算的 那有哪些銀行 有提供分12期0利率的呢 第一個就是聯邦銀行的Lightbank 然後再來彰化銀行 第一銀行 那甚至這個台信銀行 他們都有提供最高分12期0利率的優惠 所以大家呢就是身上有這些卡片的呢 你就可以拿出來用 結論 今年啊 這個眾所稅繳稅的回饋呢 真的是縮水縮得非常的嚴重 大部分的銀行呢都蠻鳥的 如果你要用銀行的回饋的話 與其賺這個0.2% 0.3%的回饋 你不如呢把錢放在高利活儲的稅稅帳戶 使用分12期0利率 我覺得這是相對而言比較划算的選擇 如果你想要最大化自己利益 你也可以參考另外一個做法 也就是說把這個繳稅金額 灌在某些銀行的頂級信用卡裡面 就可以衝高它這個年刷卡額 然後來免費續命 讓你第二年也可以免費使用這張頂級卡 像拿兩間銀行 就是國泰索瓦的世界卡 另外一個呢 是台北富邦的GY世界卡 他們都是可以透過繳眾所稅 來衝高你的這個年刷卡額 所以你平常就算刷的不多 其實透過這個眾所稅灌進去 你一樣可以無痛持有這個頂級卡的部分 這也是我個人蠻推薦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繳稅賺里程的話 今年有什麼卡片有提供這些優惠呢 一共有三張信用卡 第一個是中信華航聯盟卡 第二個是中信LNA聯盟卡 你只要用這張卡片來繳稅 你可以拿到300元累計10 但是這個回饋比例實在太差了 所以我不是很推薦 那第三張卡片是玉山新宇航空聯盟卡 你也可以拿它來繳眾所稅 那就是200元累計10 所以這個數字 其實也是跟去年比起來都是砍一半的 相對不是那麼划算 所以我會建議你 就是拿來繳稅賺頂級卡的權益 或者是分12期的領利率 其實是今年比較划算的選擇喔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的話 也非常歡迎你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有需要繳眾所稅的人 一起來吸收這個知識 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回見囉